好主播各位觀眾 今天是春季旅展的第二天 可以看到展場在10點一開展 就有許多陸陸續續的民眾進來 第一個鎖定的就是日本行程 因為現在去日本真的很好 像是今年有許多業者 都推出了一些超優惠的行程 像是去明谷屋 六天只要27,900元起 另外甚至像去黑布麗山 目前也是超夯的行程 業者也都透露說 他們已經賣到9月 另外也搭上日本的賞風季 還有台灣也有端午節 因此有許多民眾都是提前來先 來這邊詢問 那最新狀況來聽一下稍早訪問 小朋友暑假就是放假 對 幫他們規劃一下 關係吧 環球啊 環球應成 大概如果跟團大概四萬吧 就是匯率比較低嘛 所以應該消費會比較多一點 對 剛才有沒有預計 就是大概以前去跟現在去 大概可以幾個中間 我們那天算大概可以 對啊七八千塊 有 去哪裡 沒有 我說如果以日幣的匯率啦 我們之前那時候換大概0.3 那現在換到 我那天換0.21啊 旅展的詢問狀態的話 日本的詢問度真的還是第一名 那目前的話因為暑假快到了 所以最近有很多人詢問 像關係的環球應成 或者是東京的迪士尼行程 對 然後比較近期的部分的話 像有一些人想要馬上出發的話 九州的促銷團的話 也從32900變成29900 所以其實在旅展都有還蠻多的優惠 好 那可以聽到呢 因為日幣真的很便宜 甚至呢還有民眾呢 他是提前換了日幣 之前呢在0.20的時候就換了 也是堪稱34年來最低 另外不只如此呢 同樣也是因為日幣很優惠的 這連航空公司呢 也祭出這個抽機票的優惠 四天的展期呢 就送出全航線 總共是15張的來回機票 要提供給這個旅客 旅客呢也是現場抽 也是瞄準這個去日本玩 來試試手氣 那以上就是掌握到的最新消息 再把時間鏡頭交換篷內 大載靜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靜善靜美 靜好新聞